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來賓 會員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 《如何打造你的敘事工具箱 創造引人故事》的教育訓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來自《善話分會》的盧淑琳 Teresa 今天講師是參加《Toastmaster》超過十年以上 來自台南英語分會的高洛亭女士 莉安 各位在《Toastmaster》 國務中 或者生活上 常常會有需要演講 簡報 或者說故事的時候 但你會說故事嗎 你想要說什麼樣的故事 引起聽眾的共鳴 讓他跟著你的故事情節 不哭 不笑 還是你想要說服你的聽眾 讓他認同你的故事呢 今天在這一場演講裡面 莉安老師將會無私地分享 如何打造你的工具箱 今天的課程總共預計九十分鐘 為了讓教育訓練順利進行 麻煩大家把你的問題先記下來 在課程最後的十分鐘 我們會有安排Q&A的部分 相信大家已經迫不及待想要開始今天的課程了吧 是不是啊 接下來就讓我們大家以熱地的掌聲 來歡迎今天的講師 莉安 大家午安 我是高若婷 好少用中文名字在演講會的場合 好不習慣 大家好我是若婷 大家比較熟知我的名字應該是莉安 這名字啊 看起來非常難念 實際上一點也不 請記得要用台語發音 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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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記起來了嗎 記起來幫我舉個手好嗎 謝謝 好太捧場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工作坊呢 九十分鐘耶 大家竟然還出現在這邊 我覺得非常佩服的各位 因為今天是一整天下來 最後一個Session了 但是大家還願意花九十分鐘坐在這邊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為了大家的這個精神力著想 還有就是為了我的喉嚨著想 九十分鐘的時間啊 我希望不只是我一個人 在輸出我的知識或輸出我的經驗 我希望更希望的是 我們一起共創 共同來創造今天的工作坊的體驗 大家說好不好 好太棒了 我非常喜歡今天的這個聽眾們 那在開始之前呢 先我來說一個小故事 我從小是在台南市長大 那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英文 跟我差不多時間開始學的是台語 因為我進小學家裡不講台語 然後我進了學校之後才開始講台語 在那個時候呢 我就是有一股天生的自信 因為我很喜歡講話 所以我覺得 欸演講比賽不就是為了我 而打造的嗎 我就上台去 按照我平常的這個實力 上去講講話 拉打賽就好了 好我心中是這樣想了 好但是呢 殊不知老師啊 在甄選這個台語演講比賽的 選手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方式 說故事接龍 全班 然後從一號到五十號 然後就是一人講一句故事 把這個故事要拼湊起來 結果講到我的時候 欸奇怪 我不是一個在談談長大的小孩嗎 為什麼我心中有很多無限的想法 真的要說出來的時候 我只說得出 我的阿公真香驚 就結束 好但是其他的很多小朋友就是 可以講一些很有趣的趣事 跟家人相處的趣事 這個時候就讓我自信心嚴重受挫 但還不止這樣子 我剛好說到我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英文 我也是自取我英文不錯 也是一個天生的自信 到了高中的時候 一樣又遇到了 英文演講比賽 還不只是英文演講比賽 是英文說故事比賽 哇我又想了 這肯定是我的主場了吧 台語講不夠好 英文難道還說的不夠好嗎 我就非常有信心的 站到台上去 當我一拿到這個 看圖說故事嗎 看到圖片的時候 我小時候就愣住了 為什麼 上一場的那個 Mike Honda的這個 工作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在 好如果 你沒有聽到的話 我分享一句 他的金句給大家 任何沒有準備的演講者 你應該要感到恐懼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下場是如何了 當時我心中完全沒有準備的這個概念 所以一站上台 要看圖說故事的時候 如果是現在的我 我心中就能浮現出架構 至少有開頭 本文結尾吧 但是當時的我 沒有這樣的概念 我只好 所見其 這叫什麼 所看其所講 我看到什麼 就講什麼 導致我今天 我講的那篇英文的故事 毫無架構 毫無章法可言 然後結束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就是好像沒有結論 原來一張圖是講一個大怪獸 在夢裡面出現下小女孩 那我的故事就終結在 小女孩覺得很害怕 就結束了 好想當然爾 這個名次嗎 當然是沒有的 然後又再一次的 嚴重重挫我的信心 我開始覺得 我應該不太會演講吧 我應該不太會說故事 演講比賽這種事情 跟我無關 所以當我進入大學 我念的是外文系 外文系有非常多這樣子的演講比賽 然後外文系 對不起 當時的大學校園 也有Toastmasters 但是呢 我覺得那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在大學的時候 我連演講會社團的門 我都不敢踏進去 但是為什麼今天我可以站在這裡 因為我還是踏進去了 在十二年之後 我一樣 踏進了跟各位一樣 踏進了分會的大門 聽到了前輩的演講 受到感動 受到激勵 受到鼓舞 有一天 我也可以像 誰誰誰一樣想的這麼好嗎 有一天 我也可以像我們廷耀一樣 站在舞台上 發揮他的魅力嗎 很高興我在十年的Toastmasters旅程當中 我終於實現了這一刻 這是我去年 在英文講庭比賽上面 這個全國賽登場的照片 雖然很可惜的 還是沒有得到名次 但是對我來說 它開始變成 我想要追求的夢想 我非常非常鼓勵大家 也來參加看看演講比賽 因為它會是一場 你超乎你預期的旅程 你會得到 比你付出的更多 更多 然後它會是一個 你飛速成長 的一個 叫什麼講 捷徑 好 那我的故事先分享到這邊 因為今天呢 主軸還是 幫助大家怎麼樣挖掘 你的故事 那在開始之前呢 這是我們今天的大綱 第一我們會先看一下 為什麼 我們需要去培養故事力 講故事講得好 到底有什麼用 這邊我想要先問一下 我們在場的觀眾 講故事講得好 對你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好你說 是為了我們自己 講得太好了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哇 講得太好了 為了我們自己的成長 請問你幾歲 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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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再給他掌聲 可能講得比二十八歲的我 還有三十八歲的我都還要好 哈哈 講得太棒了 為了我們自己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像演講一樣 講故事有一種療癒的效用 很多時候你的情緒 如果一直激在你的內心 或者是你一直把你的某些故事 藏在你深深的口袋裡頭 它會時不時出來 揚你一口 或者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出現在你的夢中 但是只要你願意講出來 講出來的時候 這個負面的情緒 就可以隨著 你越多去檢視它 越多去抒發它 可以獲得一個舒緩 那關於這個舒緩的故事呢 我晚一點會再跟大家分享 再來的話我們第二個部分 是發掘你的故事 那這個部分呢 會在我們今天的這個工作方 比較大的篇幅 那大家實際上 現在是不是都應該有 我們今天的講義 沒有的 可以來 前面索取 在這個講義裡面 好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空格 這個空格是幹什麼的 是 給各位 寫下 你的故事用的 所以我剛才會提到 這是我們一個共創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創造 你的故事的價值 那第三個部分呢 除了發掘你的故事之外 怎麼樣子讓它變得更引人入勝 更有趣 更能夠影響人 故事的架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來看幾個 比較常見的架構 那我最終的希望是 大家走出去那扇門的時候 都有滿滿的一張 你的故事 可以帶回去 在分會裡面 在例會上 跟大家分享 好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學習單 好我們先 稍微再停在這邊 我們要做一個 小小的暖身活動 一個好的故事有什麼要素呢 大家可以隨便丟個答案給我 趣味性 趣味性很重要 對 趣味性要有幽默的元素 還有呢 感動 很棒 起承轉合 你講到重點了 架構等一下會講 還有嗎 共鳴 畫面感 畫面感 哇你好細膩喔 給這位 就是這個 我們的會友掌聲鼓勵好不好 這個很細膩 你一定有好好的帶走 passway對不對 哈哈 因為就是有講到畫面感的這個單元 好大家都講得很棒喔 那我現在呢 要給大家一個小挑戰 兩人一組 來分享 你今天的故事 今天喔 這是一個挑戰 今天你可能會覺得 我今天沒做什麼 我今天就一直 坐在下面聽講而已 但是 你聽了什麼 有沒有觸動到你的心 什麼會讓你感動 什麼會讓你回家了之後 還一直思考的 什麼激勵了你 還是什麼讓你感到害怕 也有可能嗎 就是看到太厲害的人 可能會感到害怕 來分享你今天的故事 好我們兩兩一組喔 一個人就是講兩分鐘 然後再換另外一位 那我們這邊來 跟大家做一個計時 等一下換人的時候 我會再提示大家 辛苦你們了 你們要不要也 玩一下這個 你們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有嗎 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我稍微走不下去偷聽一下齁 好可怕的故事 有有有 好可怕的故事 有有 影遇 影遇還有畫面感 對 對 對對 好可怕的故事 好可怕的故事 然後 比一下子比你 好可怕的故事 我剛好 很難以為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的心情都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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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吧 很棒 很棒 也有得開心嗎 開心啊 真的喔 今天發生什麼故事 謝謝 今天有發生什麼好有趣的事情嗎 有啊 我們剛剛就聊到 如果今天有人問我們來這裡 就是 我們去了哪裡 可以跟他說 我們今天去了很多國家 有去的新郎 很棒 對對對 好我們換人喔 剛剛分享的現在 你來聽對方說他的故事 好我換另外一個人說他今天的故事 換人 欸 哈囉 蛤 對啊 對啊 竟然 哈哈哈哈 下次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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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我們帶著粉麥 然後粉麥 各方面 唱 唱我的聲音 可以反對我 又聽 那你說一直在意的時候 反對我 那個聲音 等下變好 就會變好 又會受感到的表現 喔 喔 喔 蠻有的欸 欸 這邊 聊完了嗎 四個一組是不是 四個一組 也蠻棒的 哈哈 那邊是三個一組 沒有發行 喔 好好我知道了 好 對對對 我今天收到你的推薦了 這邊是不是 好 哈哈 好 我們最後三十秒喔 最後三十秒鐘 嗯 嗯 好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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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Tarissa還有獎益對不對 OK 這邊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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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時間到,時間到,停止 哇,大家光是今天的故事就講不完耶 我們是不是可以下課了? 大家都很會講故事 我剛剛,我分享一下,我剛剛就是旁聽到的 有的在分享今天當工作人員的一些很驚險刺激的挑戰 那有些人是在分享在Toastmaster擔任這個領導職位的時候 怎麼樣子跟團隊合作,超級認真 然後也有的是在聊說,今天環遊世界了 我覺得這一組講得非常的棒,因為我們今天是新加坡對不對 還去了泰國的舉手,還去了中國的舉手 我們比較少,好,OK 那我們今天的故事就非常有趣了 我想要請有沒有自願的一組來分享 天啊,好,我們給他這個機會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我們歡迎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Alisha Alisha,好,Alisha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你今天的故事嗎 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家庭呢,到威哥 之後呢,我在威哥就呢,跟別人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的老師呢,把我們分成一對 之後呢,我跟我的老師一起去看英文的表演 之後呢,我們看完了之後,吃完了午餐之後 我們在那裡玩了一下,之後我們呢 我們去了工人 哇! 是那個外面的草皮丸 之後玩完之後,我們又回來了 玩手機 玩手機 玩手機這可以講嗎? 好,不要講好了 玩,玩鬼抓人在那 鬼抓人 玩鬼抓人在那 嘿,別抓我啦 好,別抓我 好,OK 差不多嗎?然後就到這裡是不是 然後,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Alisha 我真的很佩服 Mike交出來的小朋友怎麼這麼強 他剛剛這樣子短短的分享裡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人 事 時 地 物 剛剛還有一個小小的role play 就是旁邊有另外一個角色要吐槽他 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 在這麼短的分享裡面呢 最簡單的架構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開頭 本文 結尾之外 你要怎麼樣子讓你的本文 能夠更吸引人 就像我們剛剛後面的朋友說的 要有畫面感 人、事、時、地、物 是不可缺的 我們謝謝一下Alisha的示範 再給她一支掌聲鼓勵 非常非常的棒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第二段的挑戰 今天可能發生的太短暫了 我想要請大家練習的是 今年 2024年 我發生了什麼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剛剛看到綠牌舉起來 所以我們這次就縮短一點點 一人一分鐘的分享時間 今年發生什麼事?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換一下你的夥伴 我們可以聽到 可以身邊認識不同的會友 所以可以換一下夥伴 然後就開始我們 一人一分鐘的分享 我這邊會計時 要換人的時候 會通知大家 今年發生了什麼事? 今年呢 今年呢 二月 然後就是 四十五 然後我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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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那我四十五 那我四十五 我的那個文版 和那個 那個 那個 好厲害喔 好啊 好啊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再來 聽一下這邊 旁聽一下 要換六十五 對 然後就 一開始 怎麼要去選 選出他六本書 然後就把他六本書 算成一個 一個故事 就去點天堂六本書 然後就 再給他討論過 然後就 就學到蜜書 所以 就 對 為什麼他選誰的一句 然後為什麼民眾會有 很有趣耶 有趣有趣 來聽聽兩位的故事 嗨嗨 老師好 今天 今天發生了什麼 有趣的事情 或是重要的事情 今年啊 對 好我們先提醒一下 我們可以換人分享 換人分享 今年還 還沒想到 特別特別 啊 今天發生的是 今年 今年啊 2024年 1月2月3月到現在4月多了 有兩件大事 喔 OK 家裡的 烏多飯會講家裡的事情 對對對 那我一想不到的 兒子有一天告訴我 好嗎 好 其實 你不要太驚訝 嗯 因為不要難過 嗯 已經很久了 呵呵 我要告訴你 我一直以來都是雙性戀 哇 這回媽媽的話 你確會 有一點驚訝 可是她肯定很信任你 才願意跟你這樣子說 她已經做好心理的建設 OK OK 可是我沒有 你還沒 我懂 在家裡 因為她從美國 對 然後回來 這真的是一件大事 所以這是 我一直 以為自己是最幸福的 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非常平安 非常平靜 平靜的 而且做我自己 彩色的人生 對 我覺得很幸福 沒有想到 晴天霹靂 這樣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上一個月 想好好消化 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的女兒告訴我 我要跟 她要跟她的老公 發現老公有外遇 因為她們是遠距離 遠距離 她在加拿大帶著兩個孩子 好辛苦 然後 老公 婆婆公公 她們在 香港跟大陸 兩個地方 天啊 我真的好想要聽妳講下去 可惜我們時間 不夠 這個 我會後再跟您請教 妳是哪一個分會 這個絕對非常適合 講成一個故事的 好 我們時間到 哇 講到今年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 有更多可以分享了 此物最相思 對嗎 此物最相思 我們謝謝Alisa的這個 好 我們今年的故事啊 我剛剛聽到非常多組 都在坎坎而談 在回顧今年的時候 光是今年到目前現在 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就有高有低了對不對 甚至有些人還 聽到了一些惡號 對我自己來說 我也是發生了一些 蠻驚天動地的事情 接下來會跟大家分享 那光是今年我們就有 這麼多的故事可以講 那如果當我們回顧 我們的一生的時候呢 是不是 感覺又淵源不絕的故事 出現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先很快的前面的破題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講故事 剛剛Alisha給我們的這個 回饋是 可以幫助我們自己 是幫助自己成長 幫助自己療癒 但如果我們從客觀的角度來看的時候呢 其實說故事 對我們的大腦 有非常奇妙的效用 這邊我列出了兩個 這個報告是 有經過這個大學教授的研究 然後刊登在我們的 紐約時報上面 首先第一點 當我們在看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 會自動有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把故事內化成 我們自己的經驗 還有我們自己的感受 我們訪了一個電影的圖 是這個 《星際大戰》 這個手勢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可能有看過這個電影的人 會知道 就是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願願力與你同在 我舉這個例子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在電影裡面 總是充滿了故事 那在電影裡面的故事 常常會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那如果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呢 如果是我們身邊的人的故事呢 對我們的影響力是不是更大 我們看到一些點頭 再來還有一個第二個 非常棒的效用 當你想要說服別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具理力爭 用理性的腦 去講述這件事情的好與壞 我們的大腦力其性的反應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 好我們來公布解答 馬上會做的一件事情是 檢視這個事實是否何據 我們英文叫做Fact Check 會馬上啟動這個防禦機制 這個人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馬上打開我的手機來趕快Google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講故事就不一樣囉 它讓我們大腦起的反應是 打開改變的開關 打開改變的開關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聽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願意更開放信胸的 去感受這個故事 希望我們做的改變 對我們的影響 所以當如果我們想要影響其他人 想要為這個世界 帶來更多正向的影響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不要只是距離力爭 而是要用故事說服人情 我這邊用了非常有名的 故事大師羅伯特麥基 他也是在好萊塢非常有名的編劇教父 他講了也非常認同這件事情 說故事是向世界傳達 訊息跟想法的最有利手段 所以在職場上 如果你需要說服別人 在家庭裡 你需要說服你的先生太太 讓你出來參加演講會 這個時候講個故事給他聽聽 他會比較容易接受 我自己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才得以在每個禮拜 都可以出來參加演講會 所以這個是說故事 從客觀的角度來說 對我們的好處 再來我們要如何去發展 我們自己的故事呢 在講義上面 開始進入到我們的講義上面 有提到的這個事情 首先我們可以思考 你想要對誰說故事 你想要影響誰 比如說我是一個愛貓人士 我希望大家以領養代替購買 那我就會想要去影響購買寵物的人 那我自己也本身是一個母親 我有兩個小孩 我也會想要影響職場上 能夠對母親的角色更公平一點 能夠更友善一點 好想要去影響這件事情 所以你想要跟誰講話呢 你想要影響誰 想影響誰 可以是你的家庭 你的親人 你的朋友 你最重要的另一半 你的小孩 哇這個蠻困擾的 對我還在克服中國 再來的話就是 你希望他們聽到你的故事之後 做出什麼改變 比如說我希望我的兒子 放學之後可以自動自發的 寫完作業 這是我的想希望 我希望我的職場上 這個遇到難纏的同事的時候 可以成功的說服他們 來接受我的提案 好這個是我想要的 所以從這個你的願望 你的願景 以及你的目標當中 去發展你故事的起頭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剛剛在前面暖身的時候 我有問大家故事的要素是什麼 這邊有朋友提到共感 對嗎 這個也是我想要強調的 你有這樣一個對象 你希望他們改變 可是你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你如何透過故事 跟他們達到共感 共情 共患難 因為如果這都是你的事情 別人根本不會在乎 可是如果 是他的事情 他就會在乎了 所以共感 共情 共患難 是非常重要 再來的話 我們在寫故事的時候 也常常會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自我質疑 我的故事有這麼重要嗎 我的故事值得拿出來講嗎 剛好就是這樣 你覺得平難無奇的事情 就是會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有提到 你的故事一定是獨特的 而且它具有普世價值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 我希望我的小孩如何如何 我相信身為父母 大家都會有共感 那我提到女性在職場上的角色 如果你也是一個職場婦女 你就會有共情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 想要說話的對象 你的目標的受眾 他們到底在乎什麼事情 然後你在說服她的時候 就要從她的角度去觸發 那再來的話 我們在講義上面 這邊開始 我來要做一些練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講義上面 提供了一些提示的問題 來怎麼樣幫助你去產出你的股市 好我們就先從第一題開始 回覆一下你的人生 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呢 比如說第一份工作 結婚 或者是中年轉職 類似這樣子 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先快快的看完這個問題 然後等一下會有距離 再來 你的人生當中哪些人帶來影響 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負面的 你的父母 你的小孩 老師 同事 都有可能 再來 你還可以思考的是 你經歷了哪些第一次 我今天第一次 在年會 在年會 擔任講師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次 然後我在 十年前 第一次參加年會 那是我的第一次 然後我在高中的時候 第一次參加英語 書故事比賽 那是我的第一次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檢視 你的人生的過往 他會給你源源不絕的點子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例子 這有點自我剖析 但是 字可能有點小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說重要里程碑 對嗎 我小學的時候 有一次轉學的經歷 很慘 因為我在原本的學校 就過得很開心 可是我轉學到一個 比較升學主義的小學 就變成 為什麼 下課的時候 大家都不出去玩 都 就是 留在這個 座位上面 寫平涼 那我就 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調適我自己的這個心態 還有什麼 考上第一志願 這邊就是很開心 可是我馬上就面對 轉換跑道的這個 狀態 就是可能上了學校之後 才發現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所以有轉換跑道的決定 然後我第一份工作 在新創公司 馬上 隔一年被裁員 然後覺得 實在吞不下這口氣 又趕快找到了新的工作 進入外商 然後外商就到現在 進入外商之後 以為來到人生天峰 馬上被交往十年的男友 給分手 這個在2019年的這個 演講比賽裡面 有提到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是如何創造我的故事 被分手了之後 誒 誤會賓士之後結婚 跟同一個人 隔一年生第一胎 再隔三年生第二胎 誒這當中 我擔任了很多told semester職務 然後在 老二應該是兩歲的時候 成為傑出會員 然後現在 準備要生第三胎 然後呢 還可以放什麼 重要的人 對不對 在我小時候最重要的是父母 然後在我轉換跑道的時候 最重要 改變我這個 讓我做下這個決定 是我的教授 對 然後我在新創公司 這個摧毀我的夢想的是我的老闆 但是進入外商 讓我覺得受到賞識的 是我的主管 結婚了之後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先生 我的小孩 他們 讓我勇敢下了生第三胎的決定 然後再來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第一次 第一次學英文 第一次交男朋友在高三的時候 誒又在自我剖析 然後第一次 生第一胎等等的 大家可以就是 羅列出你人生當中 發生很多事情 練完這些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件事 把你的高高低低的起伏 畫出來 去像畫 圖像畫 小學的時候很開心 轉學的時候掉下來了 欸 教男朋友 教男朋友還可以上第一次院 很開心 然後馬上發現 這個戲所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只好轉換跑道 研究所 第一次考的時候還落榜 然後又進入新創 覺得我要一展長財 可是被裁員 然後就人生就這樣子一直起起伏伏 為什麼要畫這一條線 大家覺得 看出起起伏伏 好跟壞 好跟壞 對比很明顯對不對 轉折點 轉折點 謝謝Theresa 正好是我想要講的 預測下一個高峰 謝謝你好正像 預測下一個高峰 可能 欸怎麼辦 我因為我一直往上 我可能要掉下去了 好轉折點 轉折點 就是你故事發生的地方 轉折點 你在一個故事當中 可以放一個轉折點 兩個轉折點 都可以 但是想一想 回顧一下 你怎麼樣子 從低潮的時候 再爬起來 你有什麼樣的心路歷程 誰幫助了你 誰讓你看到希望 還是你靠自己 這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分享的 所以我在2019年 參加英文演講比賽的時候 我就是用了我 人生當中 兩個轉折點 被裁員 被分手 這兩個故事 來當作故事的基底 你的故事是什麼呢 所以接下來 讓我們進入到練習的時間 大家手上 有這個我們的講義對不對 其中呢 我們比較希望大家來練習的是 找到你獨特的故事的這一段 也就是跟我做一樣的練習 在這個框框裡面 我們畫一條橫線 寫上其實點跟你現在的年齡 這當中 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 誰影響了你 你有哪些第一次 好 那我們在做這個練習的同時呢 我們待會大家可以很快的先 把你腦中馬上想到的東西寫下來 但是你能想到一定是更多 但是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來做這個發想 咻咻咻 然後呢 我們來跟旁邊的人分享 你的轉折點 你的故事 好 好 那我們先自己 好 自己先 稍微思考一下 註記一下 五分鐘的時間 我現在也終年危機啊 我現在也終年危機啊 對對對 可能就是下面 就是我剛剛那個 會有提到的 預測下一個 我預測下一個 我就往下飙 真的齁 但是人生就是這樣子啊 Ups and Downs 對啊 如果我一直都在高峰 我也會覺得很心慌 因為你高峰還沒有到 謝謝你 高峰還沒有到 講得太好了 為什麼 五二八 我看一下你的時間喔 三十九 好 可以 這個是粉絲 然後就是 對對對謝謝 等一下要 黃色對不對 沒有關係啊 很累了 聽不懂 真的嗎 真無聊 真無聊 真無聊喔 好辛苦喔 而且你才八歲耶 如果是我兒子 要多麼二出了 等一下晚餐的時候 我還要 要有一個 speech 你有一個 speech 晚餐的時候 你說晚宴的時候嗎 喔很棒耶 我很常說 在做人家當評審 你要評審他是不是 你還要評審 你們想要當評審 真的喔 把所有人都評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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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當評審 我會寫的 我會寫的 Jesse的那個 你送的這個 大早 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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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是一年級配的四十 是不是剛考完考試 對啊 上禮拜考完 我可能十一場 七場 不能換iPad 天啊 這是弄五毛嗎 今天 中文考試考在家 中文考試考在家 我兩個都是九十以上 很棒耶 我覺得我目前就 英文會大標 真的喔 我也是英文 中文比較難嗎 中文英文是九十五 九十一很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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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十幾就不好 原來是這樣 自然跟社會 那妳們最喜歡的科目是什麼 我喜歡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很好玩啊 生活很好玩啊 那我沒有考試 你沒有生活課 沒有 一二年級才有啦 我沒有自然 自然 我沒有自然 你三年級就有了 你三年級就有了 看社會 那妳喜歡的是什麼 社會是比較難 對我來講 數學比較簡單 喔 很棒啊 因為我超修 妳超修 OKOK 那妳喜歡什麼社會 如果是我當冰神的話 我也再會學 如果可以教進英文的話 我會學 OK 英文可以啊 英文一直在 我還寫字 我在寫字 我在寫空氣字 空氣字 我發現英文比中文還想太多 太豪笑了 好我們還有一分鐘喔 一分鐘之後 我會再跟大家宣布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跟 旁邊的人 分享一下你的轉折點 跟你的人生當中重要的時間 對再一分鐘 可以要比這個 都是 七分鐘 可以啊 可以啊 要不要在這個 你要花很快 不然 你看 1,2,1,2,3,2,GO 好,我们时间到 那一样我们两个两个一组 然后一个人有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讲完你的一声 但是你可以跳一声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两件事情来讲 好,我们开始计时三分钟的时间 之后就换人 等一下,还没有吧 还没有 我有听到,没什么故事 就比较年轻 真的,真的 对,就是考上大学 考中理中,赚第一纪元 中理中,第一纪元 去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满怀着 可能像,想要做一个HK 就是不想走快纪这一条路 想要大教育 然后就去了第一份工作 然后以为自己可以做点神 但是后来发现机场好像跟我想象的 真的 差很多 因为我就是LV1 就是被虐的那种 然后后来就有点失望 后来就决定离职 然后回来台中 然后做第二份工作 但是,就是 这个在台北 对,这个在台北 然后 事务所吗? 呃,不是,它是在一个基金会 然后他们是做一个给大学的创业的计划 然后我就是里面的算是 专案 对,专案执行 然后后来开始 感觉很好玩耶 可是后来发现 就是怎么活动办起来好像都 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 自己没什么价值 可以做更了解你 重复性 重复性很高 然后反正就觉得地上没有习惯 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后来就决定离职到 回来工作 但现在这份工作就是 我都是做财务 就觉得,怎么 回到本业 逃离 怎么又回来这里 然后前段子就是很纠结 那现在就是 有一个解号 就是所以 就是除了上班以外 有鞋杠 所以我就 嗯, good 鞋杠 鞋杠有好多可以聊 好,我也是很鞋杠 哈哈哈 跟那个 CY CY 鞋杠很好 因为就觉得自己 好 哦 我跟你说我鞋杠什么 我鞋杠Podcast 我有在听所以我就 哦,真的哦 鞋杠Podcast 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 所以我就一直想 就你好像会知道自己 擅长什么 会慢慢知道 对 没有啦,到我这个年纪 还是有时候不知道 对 但就只能try 对对对 到我这个年纪 还是有很多 哦,真的 真的,我就是喜欢 对 需要听到这种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真的,都没办法预测的 嗯 嗯 嗯 但是人生的 好有机会哦 有趣就是 有很多的位置 对对对 对对对 你要是知道说 下十年就是同样的 这个生活 同样工作 就无聊了 同样的地方 有些人很满 对啦 哦 大家需求不一样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 有一个带回馆 其实年纪有能力的 对对对 很棒啊 其实很多故事啊 这个是一个很 很很很 我觉得充满故事性的 最近刚走完一个例子 就是 因为我 因为我离开第二个工作 这件事让我 呃 就这个经历 让我觉得很痛苦 所以我有点不想 就我有点否定这个经历 嗯 没错 对然后也没有办法 我有个纠结点 就是我没有办法 付这个负面经历 利用 正面影响 我纠结在这个点上 哦 好 我让你们再聊一下 好 我们要交换咯 换另外一个人分享 等一下我也还是会邀请 其他就是自愿的人上台 所以大家也可以 推荐一下你的partner 如果你觉得他故事讲得很棒的话 如果你觉得他故事讲得很棒的话 你讲什么 啊 讲什么 老师他赢了 在我们外面呢 要打败 哦 什么 不要打架 我们会玩 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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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 我拿 那我 哦 这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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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问我说 我是不是想要对你们干嘛 我说 哦 没有啊 就是 我推荐你可以看什么办法 然后 然后 这个你只要问我话 就被我给轮过去 然后 所以我就没有被 被 被走 我已经被困牆了 然后就好 顺利混过去了 然后 后来 下课因为我常会跟着不下去 他们静静静静的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 我开始也知道他喜欢折蚀 我一常会变成他 他要像这个 我就帮他拿水 给他接水 然后 有时候 题目 有时候 大概可以抓到他 他喜欢的时候 他喜欢的时候 然后 然后就是 他就干了很多次 后来 第一 大学训业的时候 他还是有喜欢 他 他就干了一个 他妈扯的事 就是 我念 洪光科大在杀利 那他念 胡伟科大 在 明年那些 那 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手机 但是有一天 突然 但我有时候 我想想想想 我先想见他 我们专情的恋爱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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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听一下这边 感觉好像聊得很开心 欸 很Chill 很Chill 真的吗 好 你们聊了什么故事 现在在聊什么故事 在讲我公司转换的地方 哦天哪 对对 然后就回到 妹妹店去 就我被关了三十年 哦 好持久哦 对那时候自己的生活却比较小 嗯 然后那个 那时候后来 妈妈大概就是在 我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四十四十一的时候 妈妈说 很Chill 然后我就开始 就是 照顾她 然后改变自己的情供 然后开始就是 修经文 修经文 那时候我开始对 我从就是非常的 修了很多的文化 好哇哦 到我就是 对 现在对于 道教跟佛教很有感觉 嗯 因为过去我现在 都不曾看过的 那一部 对 然后我开始会念 然后我开始就是 有感觉 嗯 然后后来就是到 因为 那一段时间是 比较我的一门 然后我大概四十五年 好 虽然觉得 很遗憾 但是还是要 控制大家 时间已经到了 好 我们很敬责的 小计时 计时员们一直 在提醒我时间到了 好 我知道 谢谢你们 那我们 这一段的分享呢 先告一段落 大家 意犹未尽的话 好 等一下还有一个part 就是大家可以再继续 聊你的人生故事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先继续 往下 好吗 好 等一下还有 还有时间 等一下还有时间 可以继续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先 再回到我们的 课程上面 来跟大家分享 架构的部分 好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先 好把这个注意力 回到我们的 回到我这边来 谢谢 谢谢 好 大家聊得很开心 我发现 每一个 有人把鞋子脱掉了 就是很轻松的 这个姿态在 在聊人生故事 然后我刚刚也旁听了几场 大家真的都是 从自己 回顾自己的人生当中 有感而发 那这些 这么重要的里程碑 对你来说 这么重要的影响 跟转折 我们怎么样子 可以把它组织成 一篇完整 有架构的故事 架构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呢 介绍其中一种 给大家 那它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而且很容易实作操作 所以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个架构 它的架构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叫SCQA SCQA 有人听过吗 听过帮我举个手 有 很好 谢谢 两位 那代表今天大家可以 有很多人可以学到 这个新的架构的方式 我们就先进来 这边稍微看一下 所谓的SCQA呢 其实就是这个英文字的 这个 缩写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拆解看看 然后这个东西呢 也在大家的讲义上 首先是S situation 情境 这个故事的情境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背景 这个事件 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好比如说我的 被查语言的背景 可能是 让我回顾一下 当时太年轻了 跟主管在沟通的时候 有点冲 然后会觉得 哎呀 我最强 然后别人讲的什么东西 我都不想要 不太想听 好在上一场 在上一场 Mike的那个工作坊里面 他就有讲到 你的演讲要变得更好一个 诀窍 你要Culturable 你要愿意接受指导 你要愿意接受指导 当年我的故事的背景就是 我并不是一个愿意接受指导的年轻人 导致了我的被查语 那在那样的一个背景里面 谁参与了 我的直属主管 公司的老板 还有我的同事 他们都参与其中 有些人当然会说 没有阿利亚工作很认真啊 每天都十点才走 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我自主加班的时间 让我觉得我付出很多 但是站在主管 或者是公司经营者的角色 可能不这么想 他们可能会觉得 你效率怎么这么差 所以就是当这个沟通有落差的时候 就会产生C Complication 冲突 这个冲突可能是 事件事实的冲突 但是最有可能是认知上的冲突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自己的认知 跟我的主管的认知不同 那也有可能常常大家会遇到 我的认知 跟我另一万的认知不同 这个如果说要 这个故事讲的是夫妻关系的话 哇塞 大概可以讲 就是180种不同的版本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我们都结婚了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都要我说出来 你不会自己想吗 事实上你就是 没有办法自己想 一定要说出来 对方才会知道 可是但是很多人 是很期待 在不讲的情况之下 对方就自己察觉到 那这就会有认知上的冲突 那这个冲突 就会导致你的故事 你的人生撞墙 遇到一个墙壁 或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 掉下来的曲线 然后呢 Q是question 在这边呢 你的演讲当中 你的故事当中 可以点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 在我的第一份工作的故事里 我的关键问题就是 我的价值值不值得被人看到 怎么样才能被人看到 套用在男女朋友关系之间 那时候我遇到的关键问题是 没有什么爱是永恒不变的 怎么样子才能够让关系永恒不变 找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他通常可能会是 经过一些转换之后 成为你的故事的标题 你的演讲标题 或者是你的punch line 你的那个最重要的那句话 最后呢 你要提供解决方案 对不对 然后就是 这件事情导致的结果 你如何去克服 如何去处理它 所以再套回来我的故事 被离职之后 经过一些反思 我就找到第二份工作 现在讲的很容易 但是当时的确是 经过了一番 自我的检视跟检讨 闭门不出 一个礼拜 想 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至少结果是正向的 所以这个架构 所以这个架构 sqa 所以它虽然大家 对这个四个英文字 并不熟 但是 其实它讲的就是一个 英雄旅程 一个hero's journey 一个英雄 他出生在什么背景 但是他被迫 遇到了什么冲突 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最终得到了什么收获 他就是一个英雄之旅 所以sqa 这个架构 是在写故事当中 非常基本 比较容易掌握的 那我在这边呢 这个故事我刚刚讲过 所以我先跳过 但是除了这个基本架构之外 我想要再挑战大家 这个结构是可以变形的 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式的说 也就是把答案放在最前面 再回头讲情境 跟发生什么冲突 这样讲的蛮虚幻的 我举个例子 灰姑娘的故事大家听过吧 如果是asc的话 灰姑娘跟王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 在多年前 灰姑娘其实遭遇了 一段非常令人不忍的遭遇 冲突是什么 她每天被继母跟两个姐姐 殴打奴役 甚至连去舞会都不让她穿漂亮的衣服 等等 大家已经有感觉 有接收到了 这个就是asc 那第二种呢 如果你想要强调 你的忧虑跟你的困难 你可以把c放在最前面 c s a 比如说 在工作上面要报告的时候 老板 我们上一期的营收跌了20% 主要是因为 因为厂商交起延误的关系 那这个背景呢 是因为全球的 汇市走跌 所以导致我们的厂商交不出 这个货款 交不出上游的货款 导致他们出货的延迟 但是不要担心 这个部分呢 我已经跟我们的 找到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其他的厂商进来 来去弥补这一段的空缺 这个就是csa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可以强调的就是 到底有多困难 先把对方给吓死 然后 再让他安心 就是背景是这样 然后 但是我们已经有解法了 再来最后一种 如果你要突出你的信心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关键问题 放在最前面 问题 情境 冲突 答案 到底 灰姑娘和王子 会不会在一起呢 我们先回到 这个灰姑娘和爸爸刚过世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开头 所以 其实这个故事呢 可以有很多情境上面 根据你的需求 来做变化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的人生故事 我们罗列出了很多 对吗 也跟同伴分享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尝试的 一件事情就是 把它组织进去 一个架构里头 你可以选择 一个比较简单的 SCQA 你也可以挑战自己 试试看 这其他几种不同的变形方式 好 那一样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把你的故事的点 塞进去这个架构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计时五分钟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再跟大家 彼此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 好 好 它是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看一下你们的 好 好 我们吃 黑姑娘最后没有呢 黑姑娘最后呢 有再分开一次 喔真的吗 我不知道耶 真的喔 有后续喔 然后之后呢 因为她的那个有一个姐姐 就是有一个头发的那个姐姐 想要跟那个王子 所以呢 那个后母就抢走了那个 鞋子 是不是 不是 就抢走了那个 有一个就是Godmother的那个 魔法棒 喔 Magic Wand 然后那个Godmother 就变成一个雕像 然后之后会过来 天哪 但是我没有看到后母 你没有看到结尾 就是这样 感觉是 感觉是 电影的 我在看 我在我的那个一个地方 你的一个地方 你的一个地方 我家旁边有倾听 六十二 再看 十三 十三的话 谢谢 谢谢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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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在讲 海洛 就是这个什么 我要宣布一件事 一路就掉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讲 不要讲 赶快拿到手机了 不然我吃 就跑 真的喔 好 發光光 太感人了 必須要照個像 怎麼這麼感人 太感人 你要自拍嗎 對對對 我在幹嘛 我來自拍 謝謝 好好好 我一定要放到腰 好好笑 我也來自己 好啊好啊 我覺得可以可以 好好可以 對也是 而且真的忙完了 已經快到六點了 基本上就先合照 好 好的好的 來看一下大家 還順嗎 倦利嗎 倦利很棒啊 謝謝 家的銀角跟工作 有具體的take away 謝謝你 可以把你的節奏帶回家 太棒了 感謝你的 feedback 謝謝 謝謝老師 Hello dear 對啊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對 對啊 嗯 哇你寫好多 沒有 就跟他講了這個故事之後就 寫出來 寫出來 非常地清楚 謝謝 謝謝 太棒了太棒了 太好了太好了 對 等一下我們要互相分享 對對對 就是分享你套用架構了之後 你的完整的故事是什麼樣 對 那這三個選一個分享就好嗎 呃你可以用上面的就是 SCQA這個順序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下面其中一個 所以就是四種裡面挑一種就可以 反而 嗯 現在這一這一這個 這個活動 我打結了耶 哦怎麼了怎麼說 不說 突然想不到嗎 嗯 像剛才 分享這個時候 就覺得好像很順序的 哦按照順序的講是OK 但是套進去的時候 對 有一點套不進去 我會打結 那你那個上下的線啊 可以先畫一下 嗯 就是那個上下起伏的線 可以先畫一下 然後呢 你的故事就聚焦在那個 從下往上的線 他為什麼 會 你為什麼會陷入低潮 然後那時候的 癥結點是什麼 所以 就是 就是 水 嗯 嗯 就可以稍微想一下 一些重要的事件 然後你那時候的 你覺得你自己是在人生的 高潮還是低潮這樣子 對 對對對 就類似這樣子 好 那我們五分鐘的時間已經到囉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下 就是 剛剛有遇到 會有 反應說 欸 寫這個 自己的人生里程碑的時候 好像蠻順的 可是要靠到 這個架構的時候 有一些些困難 那我們的這個 必殺技啊 就是 記得要把那個 高低的起伏線畫出來 然後 去找 由低到高的 那當然你要選 由高到低也是可以啦 就是 選一個 階段 或者是兩個階段 當作你故事的基底 然後再去想 哎呀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背景是什麼 我撞了什麼牆 對我來說 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還有 我如何解決 好 所以不是 就是 把你的人生全部套在 SEQA 這個架構裡頭 而是 在你的人生當中 找到 一段 好可以 值得分享的故事 再套進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每個人有個 三分鐘的時間 跟你的夥伴 來分享你的故事 那就是用 SEQA 或者是 這三種其中一種 四選一 來做分享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計時 好 這是留八 留八成 哪一個 留八 留下八痕 這是 這是 比如說 我那時候 好想看你 三分鐘 再讓我看一下時間 好嗎 有 七分鐘 OK 八分鐘 對啊 我們來玩吧 所以剩下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 六分鐘 唉唷 我來吃 都要吃 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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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都很緊 中心都很緊 很緊 很緊 很緊緊 大家看什麼 手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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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旁提一下兩位嗎 你說你說不要在意我 那個主管 就很 要求很多 就是都會要求說 我不要 這個東西 要照他的樣子改 或者是 要要求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想法 常常我改完了 一版然後給他之後 又有另外一個想法 然後又要求我 再去產出另外一個版本 而且每次叫我修改的部分 都是跟上次不一樣 這次就叫我改 所以這是衝突對不對 對 那你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剩一分鐘 我幫你wrap up 這樣 可是你就是 我跟主管太合 那 後來我就 決定 呃 誤誤看我之前的公司 我之前有面試的公司 看他們如果可以 讓我 跳去那邊 然後 還有沒有這個機會啊 最後呢 那個公司 很積極 還真的跟我說 還真的有 哈哈哈哈 對 太棒了吧 我就真的找 你逃離了 對啊 我就真的找了 我就逃了 逃離有毒的環境 然後 到新的環境之後 我發現 喔 這裡 比上次上一個工作輕鬆快樂 然後 好 很完整 哈哈哈哈 好我們三分鐘到了 我們換一下 另外一位來做分享 交換一下 交換一下 看一下 這邊分享的還順利嗎 可以 可以喔 講完了是嗎 會再換誰 現在換誰分享 他剛講完 喔他剛講完 剛剛好 所以要換 可以嗎 等一下可以邀請你分享嗎 分享什麼 你的故事 多久 一分鐘 一分鐘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像可以是不是 其實 你要做什麼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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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異峰嗎 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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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集下來 等一下再拜託你喔 可是我一定要照那個夾攻 還是我可以解答 可能會有一點挑 一定要照那個夾攻 SQC SQA SQA 挑一個 四拳一 對 如果你沒有那麼複雜的話 如果 你也可以SCA 或者是上面的那個 比如說開門鍵 陰峰 我這 although 但是好像不是照這個牌 好 然後我會不會 文童 陰峰 正正 你有沒有辦法 駕陰峰峰 你有沒有辦法用這個架構 把你的故事的脈絡套進去 我正在想 思考一下 背景是什麼 然後什麼 你撞到什麼牆 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你怎麼解決 這樣就可以 好喔 給你繼續思考的時間 這邊還順利嗎 你們的故事分享完了嗎 還在 OK 好好 OK 好 等一下Cue你 他在手裡問我那女人給他留下來 再朝見 好 為什麼 還沒還沒還沒 還不是再換人 好好 我們要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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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洗澡澡在這裡 他洗澡澡在這裡 就是要安插這個大家討論的時間 才不用自己講很累 所以這個完畢後 待會就是10分鐘 再給你這麼來 喔 對對對對 OK好 所以 可是我們要留Q&A Q&A要5分鐘 10分鐘嗎 因為75分鐘 我們是95分鐘 所以剩15分鐘 對啊 因為其實錶定剩到6點15分 其實我們有一點小小delay 所以剩下 其實剩下12分鐘 我們這個結束之後是一個分享 對 然後我們就 就 辦合照 然後進Q&A 好 那我們時間到囉 時間到了 哇 非常謝謝大家 很用心的在分享你的故事 然後我也聽到很多非常棒的故事 然後就讓我想要去拜訪大家的分會了 就是 要把這個故事 上台講出來的時候 記得 欸不要 忘記通知我 那我們 在這個環節呢 我們邀請到一位 來做分享 是我們 英俊瀟灑 再創巔峰的 英俊 來跟我們做一個分享 歡迎他 好 那我們用一到兩分鐘的時間 來快快講一下你的這個 SCQA的架構 怎麼靠用到你的故事上 好 謝謝 歡迎英俊 在我國中的時候 我發生了 一件 就是 我偷偷把 那個 營養餐藏在我的臭屁裡 那我吃不完 他被老師罵 天啊 我藏起來呢 當然就被同學發現了 被發現了 我就被痛打了一頓 那 那我就會覺得 欸其實我們犯錯了 其實都會 都會被處罰 這個很合理嘛 但是在下一個禮拜呢 我們同學發生了 一模一樣的事情 但是他完全沒事 對 他被親近帶過了 那 中間呢 我發現核心問題是什麼 因為他功課比較好 那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所以我發現了核心問題是什麼 其實 他在班上只要有影響力 很多事情 你做一樣的事情 他的結果 會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呢 帶來我後面的觀念就是 我知道 將來 其實我在社會上面 不管是在哪一個場合 其實你應該要當那個 握油麥克風的人 你要成為那個影響力的人 你做很多事情 你的結果 都會不一樣 謝謝 謝謝 謝謝櫻峰 講得太好了 留步一下 你來自哪一個分會 我是 樂陶陶中文 好棒喔 謝謝我們櫻峰 這個故事講得非常有架構 又幽默 然後是他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世界 然後也引導他 就是對於人生的理解 有更高一個層次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分享 再次謝謝櫻峰 哇 時間過得很快耶 不知不覺已經75分鐘過去了 沒有 80分鐘過去了 80啊 80啊 謝謝你 謝謝你的提醒 80分鐘已經過去了 這代表我們的工作方 差不多要來到一個 結束的時候 但是在結束之前呢 我想要 先邀請大家 我們來做一個大合照 然後大合照之後呢 我們會大概留留5分鐘的QA的時間 如果大家針對今天的這個 工作方的內容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你剛才操作的過程當中 有點撞牆的話 都可以趁這個時候 把問題提出來 那我們就先 請這個主持人來 這個指揮我們一下嗎 好 有工作人員 有工作人員 有拍照的工作人員 OKOK好謝謝 好的 那我們就入座 來來來 那個 要不然我們最後兩排 最右邊的兩個 往中間集中一下好嗎 OK稍微往中間集中一下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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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這邊好了 我坐這邊好不好 我坐這邊好不好 來 來這個給他 這樣大家記得去嗎 然後後面的人請往前坐 對 那可以站起來喔 大家自己找位 老師嘛 嗯 換起來 刀若婷 呃 呃 好嗎 呃 他口水 你可以在想 要不要 一到三一下 來 你可能要站在台上 往下拍 在台上往下拍 在台上往下拍 前面還有位置 好 大家準備囉 一 來 大家比手上 一 二 三 耶 耶 再換一個嗎 一 二 三 耶 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很可愛的這個照相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結束之前還有四分鐘 沒有四分鐘 四五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來開放現場的提問 那如果有想要問問題 或者是想要分享你今天的收穫的話 哇好這邊沒有這一位 那可以請幫我遞一下麥克風嗎 先介紹一下你是誰來自哪一個分會好不好 謝謝利亞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講 我是Evan來自台北的分會 那我去年參加Post Mr.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演講 第一次 嗚 太棒了 一場演講 一場演講除了這些故事性 它佔了很大的部分之外 我的問題是 它是不是一場經過精心設計的舞台表演 這是我的問題 OK 謝謝 謝謝Alan的提問 很棒很棒 在今天呢我們的工作方的主軸是 找到發掘你的故事跟架構你的故事 但是Alan加入Toastmaster才一年 就已經了解能夠掌握 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需要去注意 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是放在內容 對嗎 Content 內容 那但是演講這件事情 說故事這件事情 還有更多博大精神的技巧 你的表達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何使用你的肢體語言 如何使用你的聲音 如何跟改下的觀眾建立連結 丟問題跟他們互動 走下去靠近他們 建立這個connection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都能夠加深你故事的影響力 所以的確有好的內容 很重要 可是只有內容夠不夠 不夠 表達 還有跟觀眾之間的連結 也很重要 所以期待你可以在 就是在下一次再見到你的時候 也許在年會上面 可以掌握這些技巧之後 看到你站在舞台上 謝謝 OK 那還有沒有寫了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分享 這個你剛剛寫的故事也可以 再一位 再一位 好 很多 等一下 好 大哥這邊先舉手了 好 大哥這邊先舉手了 好 那我就一老麥 不要這麼說 喔 Legacy 今天老師講的非常精彩 今天老師講的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而且是用每個人個人的生平經歷 最能夠表達的很好 我也喜歡看很多所謂成功人士 歸人的自傳 對 我發覺他們是 哇 他們那個人生的轉 會這個轉折 太精彩了 那我們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用自己的經歷來講的時候 常常要加油加醋加醬 才變成年輕 所以就像我要講我的故事的話 不要說我的學生 我的兒女根本聽不了兩分鐘就不聽了 所以我們在加油加醋加醬的時候 怎麼樣少少少一點這個罪惡感 哇這個問題 謝謝我們CY大哥 對 他這個提問真的是太經典了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 應該是說 站在舞台上面要講故事的時候 一個常常在天人交戰的事情 我到底要讓故事更精彩 還是我要重視我故事的真實性 我覺得這個是一場合來講 如果你是在分會的場合 都是你信任的人 那我會覺得真實性比較重要 但如果你有機會踏上這個大舞台 加一點點的油沖醋 也沒有關係啦 舞台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舞台效果 還有就是比如說我們在看電視節目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需要有一些人設的存在 或者是講一些比較吸睛的事情 可是這個我覺得是由演講者本身 他去掌控這一把尺 因為當然你做得太超過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得出來的 可能會覺得這故事的真實性 好像不是那麼的高 好像只是想要吸引注意力想要搞笑 那如果這是你的目的那當然很好 那你就達到你的目的了 但是就我自己個人而言 我重視真實性大於舞台效果 但是這不是一個標準的答案 它是一個光譜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是什麼樣風格的演講者 那我覺得這個 你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 謝謝 好 好 我們還可以再最後一位 所以剛剛舉手的那一位會有 那邊還有 那邊還有 我們還有兩分鐘 所以如果我可以回到很快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問這位一位 老師好 我不是要問問題 我只要分享我的心得 可以 歡迎歡迎 我跟蔡老師有說 人生中的第一次 收到 收到我們夥伴的鼓舞 我要講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年會 哇我又是一個第一次參加年會 太棒了 因為我只入貴半年了 哇好新 對 然後我覺得今天就給我很大的衝擊 我跟我女兒不斷的交流 我們都收穫很多 非常感謝 然後 我要說 也在今天呢 應該說 擔任幹部 分會的幹部這件事情 是離我非常遙遠的 就很像老師剛才一開始說的 Post Master 離你非常遙遠 我也覺得 我就是立會的時候來享受 別人的言情 這樣就夠了 可是 在今天我也是接受我們會長的邀請 我揭曉了秘書長的 謝謝 太棒了 也是受到這個 嚴慨的氛圍感動 所以決定承擔 謝謝 你的名字是 你的名字是 Kiki 來自壯觀分會 對嗎 對 壯觀分會 好 那我們再請最後一位來提問 對對對 最後一個 大家好 我來自台北獅子演講會 我去年9月加入了獅子會 我就馬上接了台北獅子演講會 我就接了教育副會獎 哇 這個應該要掌聲吧 掌聲掌聲 我是明年的會獎 哇 今天就看到我們的9月份 好 來這邊我就會學習到 如果我跟你們說 我有四個小孩怎麼樣 你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你會跟妳說 我有四個小孩 所以我們家有兄弟姊妹 你就知道前面是兩個男生 會不會是兩個女生 那你接下去想說 很無聊 這樣很忙對不對 四個小孩你是不是很忙 沒有 你只要每個小孩 只要間隔三歲 你就會跨四個選舉 大學、高中、博中、小學 四個 所以我們家呢 每年就會有兩個 基本上是兩個畢業生 所以只要我們那一年就好 所以今年 這個 這一年呢 我們家會有一個大學 要考大學 還有一個要考高中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就這兩個考試 一次解決是哪個教育 如果四個每次分兩年 幾乎每年都在考試 就是家裡那種氛圍就怪怪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們先把孩子 有規律的 就是三年三一個 然後要畢業 一起畢業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掌聲給到 這位四寶的媽媽 太強大了 而且是非常有規劃的 也是第一次來 喔 也是第一次來 哇 再掌聲一下 這根本有志一同 我老大老二也是差三歲 但老三差比較遠 差五歲 反正我都不會那種 每年都在準備考試 所以這一點 我跟你有共感 共鳴 那下次呢 在立會上 務必要把這一個故事 講成演講好嗎 台北獅子會的會友 我們期待一下 他下一天的演講 那我們就這個時間 已經來到 工作坊要結束的時候了 等一下我們應該 就是我們快樂的晚宴的時間了 對不對 那今天再次非常感謝大家 整整90分鐘的參與 那我們把時間交換給我們的主持人 Teresa 謝謝大家 好 從剛剛大家踴躍的發言分享 我們知道今天教育訓練 是非常的成功 對不對 對 所以從整個課程的構思 教育團的準備 到今天的執行 梁老師 樹樹樹樹樹非常多 尤其 肚子裡還有第三胎 在這邊站了幾十分鐘 所以讓我請代表年位 我們來製陣小禮物給 更改確鑽給我們的梁老師 好 我們的小幫手 謝謝你 好可愛喔 謝謝你 好可愛喔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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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故事跟名聲 都是獨特的 怎麼樣找到你的轉折點 那就是你說故事的起點 我相信今天大家說過了很多的故事 工具上一定每個人回去都可以寫一篇 引人入勝的故事 打動你的聽眾引起共鳴 最後我們用最熱的掌聲 來謝謝梁老師結束今天的教育訓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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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謝謝大家 明天見